接下來你要在小我 以及愛樂之間 滅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 到中間就收到這首歌 Ready Go 什麼 一皮疙瘩 沒有 沒有 我要出口水 不要 哇 這麼這麼有趣 好 好 這個問題出現了 他們對答案有關係嗎 我覺得他比較坦白一點 對 坦白一點 對 坦白就是說對不起 可是他說我 沒有 他坦白是 他把他OS都跟我講 所以我就知道他下一次 可能會遲到多久 你就在把時間提早 你就要露出哪一個部位 不會 所以我剛剛 約五點半 我已經想過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下次我就約一個 可以坐下來的地方 我就不會站著一直等 對 哇 這麼厲害 女生呢 女生呢 為什麼劉登島最好啊 對啊 因為妳這樣摔跤啊 對 因為就是很 覺得王子就是感覺還不錯 就是雖然還滿年輕 可是還滿穩重的 對啊 而且要住西門町 對 就是我住板橋還滿近的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要給人家看一下 好討厭喔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 那你自己打開來給大家看 你已經打開了 有啦 交給他啦 笑了啦 我跟妳講 這一張就是他以後的遲到金盤 對 遲到兩分鐘呢 對不起啦 好 好 我跟妳講怎麼辦啦 好啦 拿回去看妳要怎麼用啦 恭喜兩位 在一起去約會吧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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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給我擋她了 妳不吃沙巴線 以後還會有更多的 I'm bigger 好累喔 劉德納最後就是 懶得來一個重金屬 因為他本來卡片就寫小摸 所以他們兩個根本就是 緣分在一起 就是 雙尾座本來就很靠感覺 然後我也沒有想到 他會卡片寫我 然後我剛剛就是真的 因為我 好網友都一直罵我說我之前都是來亂的 就是沒有認真在選 可是我是真的很認真在選 所以我才會就是很容易滅燈 就是 那這個就是真的有心想到最後 就是我手心都冒汗了 就是很緊張 就是也很開心可以就是 王子最後還是選擇我 雖然說很容易遲到 好我現在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就是 我選擇了我第一個印象 然後我選擇這個女主角 然後他後來也是 他後來也為我留燈 所以我還滿開心也很感動這樣 年輕又為的二十六歲 清水魔技術士江長龍 與記者研究生婷婷 在王子的約會 第三十五集配對成功 今晚他們要去哪裡約會呢 如果你覺得動物園很無聊 那就大錯特錯了 其實這裡是個約會聖地喔 就讓長龍和鼎鼎告訴你 第一招看到可愛的動物 可以展現出天真無邪的一面 太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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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吃飯了 要吃飯了嗎 要吃飯了嗎 因為他們要吃東西了 好棒喔 好酷喔 好酷喔 第二招 尷尬的時候 可以模仿動物 搞笑一下 逗女孩開心 那虎猴就讓我想到 不要跑 不可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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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跑 OK 讓大家吃點 回來看夢的夢 回來看夢 是這樣嗎 對不對 好噁喔 對不起 對不起 還是滿尷尬的喔 趕快換下一招 第三招 與動物互動 可以展現活潑的一面 我捏香蕉 我沒有香蕉 我有刷子 我會刷子 我沒有香蕉 我還有皮尺 我會幫你量一下身高 我幫你量一下身高 其實要量什麼喔 他也沒站起來啊 你看我跟他多像 你看從一個角度看 好啊 你跟他對話一下 你一定要看前方 嗯 被你嚇走了 被你嚇走了 你看他愛我 不好意思 他怎麼那麼過分啦 太過分了 馬上 怎麼會這樣 你的星星都不行喔 我來摔山好了 我就知道 你這星星不行喔 太色囉 怎麼會那麼過分 他還跟你擺POSE 這怎麼回事 這怎麼回事啊 我要選你 我要選你這樣 這樣好不好 太過分了 你們看看我們要睡 掰掰 好厲害喔 欸 拍拍子喔 好酷喔 好棒喔 我好喜歡你喔 怎麼會那麼過分 等一下 想不想看到一個拍子 怎麼了 你現在要出來對不對 好過分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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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手 我也會喔 快 這是什麼 他很輕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很輕鬆喔 他現在一下好了 我們親她一下 親她一下 我很害羞耶 腳放一下 馬 竟然輸給一只星星 長龍學著點 欣欣爸妹的功力 都比你還要高強啦 第四招 一起拍照 可以讓兩人有更多互動喔 太過分了 你哪有那麼正 然後我是伴操蟲 超過 蜂蟲就是這樣啊 妳沒有 她明明就這樣 她明明就眼睛這樣 她眼睛很大顆 她眼睛是這樣耶 沒有 你看 你看這是什麼 金剛 它就是皺眉的 妳幹嘛講那麼認真啊 我一定要讓你知道一下 好啦好啦 不要打情罵俏啦 第五招 與小孩互動 可以展現溫柔有愛心的一面 好吃嗎 這是什麼口味 會 茶莓口味 茶莓口味的棒棒棒 婷婷不愧是幼教系的學生 很有小孩資源喔 姐姐會要牽牽 你先抱好抱 我再抱 來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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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因為我也要抱 沒有辦法耶 我沒有辦法抱我猩猩 真的太緊了 抱 抱 抱 這畫面和諧得好像一家三口 出來玩幸福 緊接著第六招 討論喜歡的動物 不怕沒有話題聊 所以整個動物園裡面 最喜歡哪一隻動物 哪一種動物 看妳呢 妳先說 妳先說 我先問妳先說 唉唷 很會喔 請說 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一起說 妳不要三一起說 好不好 OK嗎 好 準備了 麥克風準備好 好 等一下 我想一下 最喜歡的動物 好 請 最喜歡 妳要多久時間思考 三秒 要有三秒 我終於給妳全世界 好 準備囉 好 一 二 三 貓 熊 欸 婷婷 我最喜歡動物是婷婷喔 哇 看長龍和婷婷的約會 如此融洽 前面用了六招 還不夠 最後一招 長龍還保持神秘 偷留一手 她到底想幹嘛咧 最後又不要買到快四個一把 還是外套四個一把 好 不夠 不會吧 好 不夠 我手 你打我的右手 打你的右手 右手 你的右邊還是我的右邊 我的右邊 你的右邊 好 好 你看 大力 大力 我大力了耶 啊 啊 啊 好 好 好 順勢 好 現在說 四個一把 買啊 換一個單車 可以 我有點想要揍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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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謝謝 小朋友 打女人 長龍 你怎麼幹得出這種事來啊 這下踢功備也救不了你啦 愛玩鬧的長龍 最後的舉動 會影響約會大考驗嗎 拍攝完戲的之後 不願意繼續約會 就直接離開 結果會如何呢 她也是一個不錯的女孩 那我也覺得她就是很多優點 很多優點 對 那就是 我希望就是更進步的那個 就是能夠了解她這個的人 就是她的根性 就是她生活 她的一些 一切的 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用言語去表達 那我想要表達就是 她真的是一個好的女孩 不過我現在的話 我會覺得 回去我剛才約會的地方 那也給她一個驚喜 今天跟王子去約會 然後整體的感覺都還不錯 王子很努力的 就是想要逗我開心 然後我也知道 然後他也有一些貼心的小舉動 那我覺得還蠻好的 可是呢 今天有一些玩笑就是 我們可能沒有對到 所以我也不太知道怎麼接 然後有一點尷尬 你覺得婷婷會回來嗎 順其字啊 我也不知道 對啊 因為 這個 我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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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要是 比較狀率一點 然後就有點害羞 靖靖回來了 兩人還互相準備了 小禮物給對方 這個 好可爱喔 禮物這 好可爱 裡面就是 裡面有幫你準備了什麼東西 因為 怎麼會這樣 超老 輕鬆一下 這次是我的手腳 我欣賞我 好驚訝喔 狼有情 妹有意 約會大成功 更精采的約會實況 咱們下週見 今天算是很開心了 對啊 對不對 人生不可能 每一次都吃成10那個 而且今天有個Bingo Bingo 這是Ella小姐帶來的 好運照 以後會越來越多的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拜拜 各位辛苦了 謝謝